新闻头一条来关心 和美后美尊的侯拿年久失收 水里会已经不少分担完成侯拿中间钢店 但是在和美新中国社这段也没做新的侯拿 李维丹守博 就邀请水里会人员到中会堪 意外喝中汗 也来提出说 希望可以在这个地方信息这种便宜 提升新中国社家庭接三个小孩上下个的交通安全 后美尊侯拿年久失收 水里会已经留下分担完成侯拿中间钢店 但是在和美新政国社团也没做新的侯拿 李维丹守博 特别邀请水里会人员到现中会堪 关于万念总监也来提出 希望在等来路八十一行家做一班便宜 提升新政国社家庭接三个小孩上下个的交通安全 这两刷就要把整个人员都会重新 因为这个前门的家长接送 大家非常的拥挤 而且张新路段紧邻这个大湾道 造成这个交通非常的危险 中汉这次在议会提案 希望透过那个陈秀保立委 向那个水里会来争取这次建设的经费 顺便来开一个在新庄国小的侧门 开一个便桥 也很感谢我们这个陈秀保立委跟那个水里会 以及我们彰化县政府跟地方公所 大家取得共事 把那个便桥的部分已经定位好了 辅马郡前半段的提案已经都建筑完成 但是到货半段到东来路这一段还没有做 那周汉议员也是反映地方民众的需求 在新庄国小孩童接送的这个安全的顾虑上 因为很多家长在接送时间都会在张新路的大门口 造成交通的堵塞 还有学童上下课的安全有疑虑 那这边如果把辅马郡这个提案做起来之后 那学校在这边开个侧门再做个便桥 可以让方便家长来接送 不但疏解了张新路这边交通的压力 那对学童的上下课也更有保障 县重限期完之次 未来新庄国小的侧在正式游泳口 大家都在担门口买这三件事 真的很危险 一般相关团委会当中市 电影向清的交通安全问题 来协助完成这番病毒 多中华新闻也红无何必彩虹不得